hello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又是香水分享 因为夏天已经到了 我就想要尝试更多一些 之前没用过的很适合夏天喷的香水 然后我就找我的朋友 他们就推荐了很多 从里面选了5款 我本人觉得很好闻 然后也很有特点的香水 那首先第一个是Miller Harris的红茶味 这个牌子我之前不知道的 我自己的感觉是刚喷 你会这样闻起来 其实有点像中药 我最近本来就每天都在喝中药 一喷就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 它在你的皮肤上停留久了 留下的是淡淡的茶香 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有温度的茶 男女都很合适的 然后也很适合夏天 想象一下慵懒午后 躺在斑驳光影中的感觉 然后第二支就是阿玛尼的玉龙茶香 它包装就已经很夏天了 然后它里面有流金的那种金粉 非常漂亮 颜值已经打败了很多香水 它的味道也是浅调 它有柑橘的香味 里面的茶有红茶 绿茶 这是它的中调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有一点气 所以打扮得也很精致的女儿 感觉你身上就会弥漫出这样子的香味 很清新很高雅很夏天 然后也很古典中国的感觉 这是我自己胡说的 不代表大家的意见 这个汤醋的香根草 它也是植物系的香水 我的感受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烟味 如果你是一个出入职场 想让它身上有一点稍微成熟的魅力 你可以去喷一下它 或者是很多女生 它是喜欢白色的那种身上的一种男性气息 总之 淡淡一草味 你可以去喷一点 但它主要其实不是烟味 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香根草嘛 它就是那种有香味的草木灰的味道 下面这个是一个小小一瓶 这是解放菊菌的 它香型叫像你的人 我第一次闻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牌子 但我就总觉得这个香味 我以前在里种过植物系的一个香水 给你一种很熟悉很安心的感觉 在家里自己独处的时候 有薄荷的味道 所以会比较凉爽一点 这个是品牌是文献 香型是柑橘果香调Navi 我闻了以后觉得非常惊讶 做童年的味道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镇上面长大的 就是小时候夏天 踩在那个乡间的路上 地上的一些植物被你的脚踩烂了以后 发出来的那种有汁水的味道 我就上网去搜了一下 也发现它是柑橘香型 这柑橘的味道没有太闻出来 闻得多了就是那种草木 夏天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点微微的腐烂的味道 但是很好闻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那下一次我再发现了别的好闻的香水 我们继续分享 拜拜